妈,这不是你的家 作者 麦欣平 不知怎么了 随着年龄的增大 越来越贪恋子女了 有事没事 就爱大包小包的 把家里种的瓜果蔬菜 往城里带 明知道城里啥也不缺 还是游不住的 省着散着往处带 起初孩子们挺激动的 后来也就麻木了 看见和没看见一样 一次 有几个鸡蛋路上碰烂了 找个碗从布袋里捞了出来 转过身 儿媳妇就倒在了垃圾桶里 望着垃圾桶里的蛋黄淡青 想想在家的老伴 游不住的还是委屈起来 想从垃圾桶里再捞了出来 想一想 这是别人家 也就忍着听儿媳妇 讲卫生上的知识 我没上过几天学 比儿媳懂得少 可经过的多 这么些年 什么卫生不卫生的也过来了 也把子女一个个养大 这是怎么了 文化高了 祖辈留下的节俭意识就不要了吗 我想唠叨几句 一想 这是别人家 也就忍了 去年五月 儿子说孙子要上幼儿园 我撂下农活就进了城 老伴羡慕的说 种了半辈子的地 你也混到城里去了 我也挺开心的 进城后 除了接送孙子上学 就是在屋待着 闲得没事 收拾收拾屋子 做做饭 起初 儿子和媳妇 多少还吃点 后来 他们不是在单位吃 就是叫一些外卖 我挺委屈的 用着心做饭 他们却还是不领情 有时候 孩子也叫了我的外卖 我心里不舒服 还是忍着 假装笑着 一天 我见垃圾箱边 扔着一套席梦思床 想想 我和老伴 还睡的是八十年代的钢管床 就硬撑着 拉到了单元门口 怕床头柜被谁拿了 我又拼死拼活 搬到了楼上 儿媳回来 问了一声 啥话没说 儿子回来 和媳妇 在他们房间 说了几句话 就出来对我说 妈 您捡那两个破柜子干嘛 我开心的像捡到了宝贝似的说 那是床头柜 楼下还有床呢 儿子 儿子没表情的说 我和你搬下去扔了吧 为啥 不为啥 以后烂东西 别往家里捡 放几天 你爸来了就拉走了 妈 这是我家 不是你家 我一下愣住了 我一下愣住了 你家也是我给你治的 不就放个床头柜吗 我一下声大了起来 妈 家里不是有床吗 你要他干嘛 儿子 你爸腰疼 三年前就嚷嚷着买个软床 是妈舍不得 买就买呗 又不贵 我嗷了一声 心里酸楚楚的 床头柜搬下去后 我像做错事的孩子 一直坐在沙发上 心里一直惦记着楼下的床 第三天 老伴儿开心的把床拉了回去 我的心才舒坦了一些 一天 送完孙子 见儿子和儿媳的门半开着 被子也没叠 显得很乱 我想了想 还是钻了进去 收拾完后 又专门用拖把 仔仔细细的 把地拖了一遍 天黑时 儿媳回来问了声 妈 谁进我屋了 我从厨房里 端了一碗热面出来 笑着说 我进去了 收拾的还干净吧 儿媳一句话没说就关上了门 我跟在门口喊道 先把饭吃了再忙 不吃了 那声音很重 弄得我不知所措 儿子回来 敲开了门 里面一下吵了起来 一会儿儿子摔了门出来对我吼道 妈 妈 这是我家 不是你家 我啥也没干 就是帮你们收拾了一下屋子 妈 以后别进我们屋行吗 这是我家 不是你家 知道吗 这是我家 我愣住了 游不住的蹲在地上 眼泪如断线的珠子落在生硬的地上 那天 老伴半夜还是骑摩托车来了 我呜呜的哭了半夜 这是一个浮躁的社会 但不邋遢 作为父母 我们不欠孩子的 我们只欠自己的 别委屈自己 只有自己硬棒了 才不拖累社会 拖累家人 更不会拖累子女 别去讨好子女 只有子女欠父母的 没有父母欠子女的 在子女面前 我们有一千个理由 站直了活人 别把一切交给子女 子女不是银行 存下一万份感情 你倒了 你病了 你躺在床上动不了了 他们只是你的陪伴 还不了你的健康 别去用一生去浇灌子女 他不行 你把心给他们 把天下所有的钱给他们 他们也没钱 也站不起来 他行 他要钱干嘛 站直了 他们就不差钱 好好珍惜自己吧 你有晴天 彼此安好 你若阴天 处处阴满 是吧